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衣颜色呢也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你穿了一些亮色系的衣服呢 可能会给人一种活泼可爱好相处的感觉 但是你如果呢是穿了一些暗色系的衣服的话 可能会给别人产生一定的距离 感觉那你是比较严肃冷酷的人 这不是贴气逐渐热了吗 衣服的颜色呢也是慢慢的明亮了起来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波 如何通过撞色和色系搭配还有眼罪色等 白身的look呢搭配的引人橘木 把温柔春色穿上身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购吧 第一身呢就是同色系搭配了 可以传递出一种质感和层次感 我这一身呢就是一个黄色调的穿搭 我选择了黄色的渐变色来作为搭配 上身呢是一件黄色格子衬衫 它是那种软软的棉质衬衫 这套身呢就是那种幽懒随心的感觉 为了让它的幽懒感达到极致呢 你可以跟我一样就少扣一两颗扭扣 然后呢把它扯成这种衣领 下半身呢我就是搭配的一个叫黄色的裙子 是属于那种明度特别低的黄色 来压一下这个上身的浅色 脚上踩的呢就是一双马卡龙黄的猪脚鞋 颜色上呢是浅深浅的搭配 层次分明也很显高级 像同色系搭配要注意的呢就是要拉大色差 单品颜色呢要深浅不一 在色小环上呢就不要离得太近 接下来这一套呢就是撞色穿搭了 什么是撞色呢我就来简单的科普一下 就是对比色蓝色的对比色呢就是黄色 紫色的对比色呢就是绿色 像这一身呢就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的 马卡龙的撞色 会很适合全天 上身呢是一件马卡龙粉的衬衫 它呢是有大面积的褶皱的设计 就不会显得特别的死板 而且腰部这里呢它是设计了一个腰空 可以说要下摆了就可以像小裙子一样 正好可以盖住我们的胯和屁股 下层呢我就搭配了一个浅蓝色的牛仔裤 因为这整一身的颜色呢都是比较淡的 所以呢鞋子我就算做了一个白色的乐服鞋 这样一身的颜色呢就是统一的清淡柔和 浅粉加浅蓝 这种浅色的撞色搭配呢就能够悄无声息的 传递出一种青春感和温柔感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呢不是很适合温柔似水的穿搭 那也可以尝试一下大反颜色的碰撞 像这一套Tiffany蓝的套装 那一搭呢我就是选的黄色的了 这一个套装呢它就是一个牛仔小外套加一个半裙的搭配 外套它的领子呢很特别是这种兔耳朵的设计 像我这样子放下来伞着呢也OK 然后呢也可以把它系起来 系起来呢会更加的女人lady一些 这一身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基础的款式 但是呢也会带着一点点的小设计 我主要呢是很喜欢它这一个蓝色觉得非常的春天 像穿这种套装呢里面其实穿一个紧身的T或者是小背心呢就OK了 像这一种撞色搭配 它的视觉效果呢会相对的夸张一点 它的搭配要点呢就是颜色深浅上的区分 想象一下如果我这一身Tifone蓝搭配的是 敏度很高的黄色 那这一身呢就会过度的亮眼的丧失了搭配的焦点 现在呢就是敏度比较低的黄色 和一个敏度比较高的蓝色相互一 这样子搭配的谱色呢就比较明确了 很多人可能呢都不知道什么颜色适合自己 其实呢只要清楚自己是冷皮还是暖皮呢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呢暖皮穿黄色和橘色会更加的显白 冷皮呢可以穿紫色蓝色绿色或者是粉色会更加的显白 但是如果你遇到以下这种衣服 不管是冷皮还是暖皮你都可以驾驭 全天像这种花裙子呢是必不可少的了 最要人省心的是像这种花裙子呢就不需要你劳神费心的去搭配了 因为它上面呢自带了很多的颜色 我新买的这条裙子呢它就是大面积的一个紫色的碎花 然后呢还有黄色的碎花 还有绿色的叶子混搭 横跨冷卵两个色调配色呢非常的丰富 在选择包包或者是鞋子这种配饰的时候呢就很方便 你只要选择其中一个颜色呢就OK了 像我呢就选择了一双紫色的高跟小皮鞋 配合这个碎花图案和它层层叠叠的裙子的设计 就非常的鲜啦 最后穿的这一身呢它就是属于临近色穿搭的 像这个西装外套的它的沙色呢是属于黄色区域的 然后里面的T呢我是穿了一个绿色 像黄绿的话它就是属于临近色了 像临近色它色差跨度呢是比较小的 所以不会带来太强的视觉冲击 会给人一种比较和谐且明清的感觉 这件西装外套呢它是A字宽松版的 它的长度呢正好可以盖住我的胯和屁股 这样呢整一个路可过半的面积 它的袖子呢是开叉然后呢是有内衬的 转上去呢会看上去更加的休闲 不会显得太过沉闷 内衬的这一个绿色呢它其实呢只露出了一个小部分 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点缀提亮的作用 就可以拿同色的袜子呢来和它做护印 下半身呢就是搭配了一个百搭基辅的 选着黑色半裙和小白鞋呢就OK 当然我们的配饰呢也是一个超级家很像 所以呢我是选了一个皮质的包包和一个复古的小握紧 来增加这整身路可的复古小腔调 我感觉我这一身的配色呢就非常的像一个哈密款 好了今天的艺术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get到我说的一些要点 然后呢在春天开开心心的穿着鲜艳的衣服出门 好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那今天再来就拜你个拜 拜拜 拜拜